兩年前在台灣有一隻讓人放鬆 還有重病的貴賓狗 好運讓人自修養訴求出來 會讓健康醫療 算到加拿大去利用 最近這隻狗同過科技 變成狗的治療師 就是狗醫生 明天我們有了很大專門 不夠一公斤 已經在整門關頭前排隊了 雖然當時在雙所做志工的中小者 過程開錢來給他 但是會讓健康的妙客心來肅破病了 差一點沒命的妙客對人也失去信心 不過後來送到加拿大領用 命運算大登關 希望他讓你領館對他疼命 送他去接受醫療券 讓我們訓練 上禮拜Milka很厲害 通過2.5分鐘的科技 變成狗醫生 讓董事出錢 治療他的中小者有夠感動 大家對你這麼好 那你真的有一天 如果可以回饋的話 是希望你回饋的 所以我覺得我很感謝他的媽媽 然後也很謝謝Milka很爭氣 二十幾時上班的中小者 必須要減肯來香港 工作才有負擔 要來救像Milka這種方 放三個膏 但是他說 生命無界 開錢他救起來就開錢 現在Milka變成狗醫生 想起他在驚悟的臉 就是他最大的安慰 記者林審議區福宅 台北報導